大家好,我是Mr.Ema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的 S1 Creative Classroom的Exercise 4D 折扣 來到這一段已經是第四部分 我們先看看畫面 我們會有之前學過的四條式 再回答現在我們玩的折扣或折扣百分率 留意折扣是說你省了多少錢 折扣百分率是說你省了的錢 佔全部的百分率 那個情況我之前在影片中也解釋過 在最上一個 我再圈多給大家看一次 其實兩條會比較相似 當然我們一說折扣就直接計好折扣 再跟原價相比 這樣就會跟部分所佔的百分數 這一條是差不多一模一樣 當然我們都強調四條式 我們都會有機會用的 看看現在怎樣做 在減價10%後 一個焗爐的售價是1440元 問他的標價是多少 減完價之後這個當然是新值 因為最後的價值就是新值 標價就是原來的價值 就是原值 減價10% 我已經說過了 你折扣一定是少了 所以一定是負10% 這個當然就是百分折扣 那就會比較 我們用這個新元8的概念去考慮 就比較合適一點 OK 那就計算新值等於原值乘以1加百分變化 所以我們要切原價做X 好了 切了原價X 我們才有機會用到第二條式的 就是這一條 好了 那麼新值就會是等於原值乘以1加百分之10% OK 那就是140元就會等於X乘以1-0.1 那就是1440等於0.9X 那我們就說了 左右手除以0.9 那X就會等於1600 那我們就寫完總結了 所以該標價為1600元 這一條完了 我們再看下一條 那我們先審題 年度大減價期間 某商店的所有貨品均以8 8折出手 正而在該店以200元 扣入一條長褲 扣該長褲的標價 好了 那就想一想 200元跟這個8折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8折即是說80% 80%就代表了這200元 OK 那我們先寫 這個就是80% 那就是代表著這個的200元 200元是不是全部價錢呢 當然不是 200元就是標價的部分價錢來的 那就是標價的80%的價錢 那我們就說了 200元就是部分 而這個80%就是部分的部分的百分數 或者叫部分百分數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考慮 我們就會比較用第三條 80%就等於部分的價錢 就是200元就是超過全部 就是比照全部 就乘回百分數 那就是我們要切這個標價 就為X了 OK 那你看到畫面 我都寫了多少東西了 那就會是 切了X就為該標價 那80%呢 就等於200就會是上高的 200就是代表了整體的80% OK 那整體就是全部 就是個X來的 好了 那我們接著就算下去了 80%就會是0.8 那就會是200就overX 乘以100%就是1 OK 那左右手乘了個X過去 然後左右手我們再除以0.8 這樣X就等於250元 OK 那由於這個X之前寫好了 切X為該標價 所以最後只要你把那個單位 Dollar size 放在250元旁邊 那就搞定了 這條數字都完結了 我們會再看第三條 好了 那審題了 那麼 晉浩就以34元買了一件紀念品 它的折扣百分率為15 現在我們就想找回標價 好了 那這個34元 當然就會是 所謂 那個新的價值 而折扣百分率呢 那就會是 負15% 就是那個所謂的百分變化 OK 那標價 就是找回原來的價錢 那當然是原值 那我們就可以寫完之後 我們就發覺 用這一條色會比較好一點 有新值有原值有百分變化 那由於原值在這條色的中間 所以我們要切X 那切了X做那個標價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寫了 34元 就是那個新值 就會是等於 X乘以1 減15% 那就是說0.85X就等於34 X就會等於 左右手 除以0.85 那就是說X就會等於40元 就是說標價就等於40元了 接著我們就會做了 我們就會做了 PART B PART B 就問 喂 那個 那個進豪 折扣了多少錢 你本來就用40元買 現在的34元 就省了6元 OK 那就折扣了 就會是40元 減走了34元 就等於6元 就等於6元 就算到這裡 這條數都算完了 總結一下這一個影片 我們在處理這個折扣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找到標價 如果找到標價 我就會寧願用 新值、原值、百分變化的概念 就是用第二條公式去計 但有時候它很划算 它又告訴你8折 那8折大家都知道 原來說8折就是給80% 8折買了一件貨物出來 80%其實就是指200元 如果80%是200元 100%是多少錢呢 所以我們計算這條 第三條的息 就是部分所佔的百分數 其實就等於部分和全部的比較 部分是200元 全部是x元 然後我們就會透過這個方程 解方程計算到 全部是250元 我來來去都是幾招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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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戰